大家好,我是大头伟茲 大家好,我是大头爸爸 1918年,一个特殊的婴儿在美国伊利诺伊亚洲出生 婴儿的名字叫做罗伯特·范辛·瓦德罗 罗伯特出生的体重是3.8公斤,还算挺正常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罗伯特一点一点的产生变化 当他4岁的时候,他的身高是1米6 8岁的时候比他父亲还高,竟然是1米83 那10岁的时候,他高达1米96 小罗伯特进入了小学,尽管身材高大 但他还是喜欢和同班的同学一起玩 不久之后,身边小朋友们身手也够不着他的肩膀了 这张照片是罗伯特和当时重量级拳击冠军一起的合照 拍这照片的时候,他只有12岁 但是他的成长并没有停止 22岁的时候,罗伯特的身高为2米72 他已经习惯低头看人 但是随着他越长越高 他的心灵也同样那么成熟了吗? 使罗伯特成为巨人的主要原因是 生长激素的分泌过多 我们的脑垂体分泌多种激素 其中就包括生长激素 罗伯特的情况是脑垂体周围有肿瘤 所以使生长激素分泌过多 罗伯特的性格非常好 情义盎然 他是四个兄弟当中的长子 他真的很喜欢小兄妹们 而且很能照顾 他对周围的人都非常的友善 所以人人都称他为绅士巨人 罗伯特人气也很高 有一天被一个皮鞋厂家受邀请当模特 因为罗伯特的脚太大 所以没有合适的鞋子 他不仅得到了一双免费的鞋子 还进行了一次全国巡回演出 过着繁忙的生活 这样享受着幸福生活的罗伯特 身体开始出现问题 由于他的身高太高 所以他无法正常的行走 似乎感觉不到腿的感觉 但是罗伯特始终拒绝坐轮椅 他想用自己的双腿走路 牵着他心爱的小兄妹们的手 但是他走的越多 他的腿就越疼 他需要用辅助装备来支撑他的腿 但是这辅助装备导致他的腿被感染 最终导致死亡 巨人罗伯特的战里有四万多人为他哀悼 他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小世界中 总是不得不低头 对于人们来说 罗伯特只是一个陌生的巨人 但是对于罗伯特来说 可能全世界都很陌生 这就是罗伯特在高中学习的实际画面 他从小就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但罗伯特总是喜欢普通高中生的生活 即使不知道可以活多久 但是他努力学习 以不错的成绩毕业了高中 吉尼斯记录里也记载着他是最高的巨人 就因为他大脑中的手指甲一样大的问题 使他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还有一些名人缺乏生长技术而烦恼 就像足球运动员梅西一样 所以我们得感激我们的父母 给了我们这么平衡状态下的身体 据说身高超过两米七的那一刻起 就可以预见到这样的结局 随着身高的增长 人的心脏会变得越来越虚弱 因为随着增高 血管也会越来越长 对吧 血液需要在血管中不停的循环 需要更强大的心脏 给血液压力才行 但是心脏不会增大 只能越跳越快 别人需要跳一次的时候 罗伯特需要跳两次才能满足 那他的心脏越来越承受不了了 而且随着身高超过两米七 心脏和脚的距离太远了 所以对脚的水压是非常高 又使脚部的水管越来越脆弱 甚至小小的伤口和冲击都会使血管破裂 但是不幸的是 罗伯特当时腿部受过伤 所以就用了补助甲板 但是血管破裂的时候 甲板上污染的细菌进入了血管 迁移到心脏并死亡 当时是1940年 还在开发青霉素的时期 假如是现在的话 吃一点药的话就会好的病 实在是太遗憾了 这样遗憾的病例估计在当时数不胜数吧 谢谢观看 咱下期再会 拜拜